一快推動救救肝苦人 台灣儘管醫療發達 但是城鄉差距大 就有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針對雲家地區2383位 BC肝患者進行調查 居然只有18%的人接受治療 但是B肝患者罹患肝癌的機率 卻是一般人的100倍 忽視或是不持續追蹤 就有極高的健康風險 對肝來講 你眼睛黃了 肚子大了 這個體重減輕了 這個病狀出來 再找醫生來不及了 因為身體沒有異狀 和缺乏醫療資源 是肝病患者不治療的主因 就有超商和肝機會 推動醫療道點服務計畫 首創從篩檢 味道追蹤治療 提供全方位的醫療服務 結合雲家地區醫院 將保肝門診送入偏鄉 預計協助當地超過2000位 BC肝患者 我們台灣肝病的主要面胸是B肝 幫胸是C肝 因為B型肝人 大概5個到6個成年人就有一個 所以台灣現在大概還有200多萬的 B肝帶原者 現在人生活忙碌 感病初期 常因為沒有感覺而被忽視 醫師就建議 可以觀察自己的眼白和尿液 是否偏黃 或者容易感到疲倦 提早檢查發現 才不會錯過黃金治療期 謝謝珍珍的欣賞方式的波動